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只有0.2% 最终收盘是收在了5430点 从盘面上来看各个板块有涨有跌 但是由于这个幅度实在太小 我们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要说一下的是 这个医疗板块在上周五的时候下跌比较多 跌幅达到了3% 拖累了整一个大盘走势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方面 中国的上阵指数在上周五也依然是在3100点 刚好之下继续徘徊 没有爬上3100点 上阵综合指数虽然上涨0.2% 但是依然是在3090点 距离3100点就差这10个点 就是我们知道在国庆节之后 它曾经一度是爬上了3100 但是很快又跌回来 所以最终只有这次再次站稳了3100点之后 日后中国的A股才会有继续上涨的空间 那么在欧美方面 在上周五的时候 整体来说都有轻微的下跌 德国指数方面 由于德国银行在连涨3天之后 终于在上周五有轻微回调 下跌0.4% 导致德国指数最终大盘拖累了0.2% 但即使这样来说 英法德三个国家在周五的时候的跌幅 也都控制在0.4%以内 美国指数也是一样 三大指数几乎原地踏步 上下变化多的只有0.2% 少的连0.1%都不到 那么在其他产品上面 黄金价格几乎原地踏步 石油价格则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继续是保持在50美元上方 那么今天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的 就是近期关注的热点之一 就是人民币的下跌趋势 我们知道人民币贬值这个话题 其实已经说了两年了 在这个就是今月 当月十月份的时候 是再度被人提起 那我们先不用多说 看如果能够看得到 这个人民币和美元 在过去两年的走势图上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自从去年七月份 人民币被一次性强制性贬值 3%以后 人民币呢 基本上就是在长期一直保持着一个下跌趋势 从去年的七月到现在的十月份 这个趋势从来没有过被打破 换句话说 人民币的下跌 从去年的七月到现在 一直在延续 那么有众说纷纭 这个人民币的贬值的原因呢 也是公说公 公有理 婆说婆有道 大家都可以从各个地方 找出千万种的理由 那但是呢 我个人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能够看到 这个人民币的走势 从去年七月份的六块七 到现在的六块二 一直处于一个下跌状态 但是依然呢 网上呢 我现在非常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呢 还是有人站出来说 现在人民币下跌是属于有序下跌 是一个稳定的币值状态 对此的话呢 虽然我没有读过很多书 但是我在想 从6.2跌到了6.7 这个依然是一个稳定的 有序下跌 我不知道对方的理解是 什么叫做稳定有序 但是在我看来 下跌幅度达到了8% 这样大的幅度 应该已经超出了 有序或者稳定 这两个词所能解释的含义了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知道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人民币曾经一度被强制性 贬值3%之后 央行的官方说法是 人民币未来不会有继续贬值的基础 同时这句话呢 在今年10月份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货币之前 在9月份的时候又一次被提出 特别是在开这个G20峰会以及在之前的这个财长会议上 人民币官方表态没有贬值的基础 但是实际的事实 如果我们看一下从9月30号到现在的走势图 人民币在过去三周的上涨 恰恰非常巧合的就是在国庆放假开始 正式开始上涨 当然了 你可以说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 但是毫无选择 毫无不可否认的是 虽然人民币在10月份正式加入了SDR一揽子货币 但是人民币在最近一次大幅度的下跌 也正是10月份所开始的 那对此呢 应该说人民币在整一个10月份的走势 可以用一句古诗来形容呢 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你让我怎么说 你是让我还是要相信人民币没有继续贬值的基础 当然了 我们只是小屁民 我们是虾米 也不是央行行长 也不是政府首脑 不可能来决定一个货币未来的走势 但是在我们看来 任何有过基本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 任何一个产品 任何一个商品的定价 都是由买卖双方 也就是供求双方来决定 任何一个单边方法 一个力量 或者是平衡状态的改变 都会引发这个产品价格的变化 那我们现在看到 人民币的需求有没有上升 应该说2016年 对于人民币的需求 并有上升 但是它上升的速度 远远远远远远远 我用三个远远 比不上新增人民币的供应量 至于人民币在2016年到底新增了多少 我们暂且也不去追究数字了 光看一下国内的物价 到现在连一把葱都需要人民币10块钱 在这样的年代 你还要再去追究到底第一季度 应了多少钱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反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在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总额 已经超过了2008年 4万亿当年全年总量 光是这样的数据 就足以抵消掉 人民币在今年 国际上贸易上 对于人民币的需求 你再怎么国际化 也不可能新增对人民币需求 会增加几万亿 那有人说 人民币未来没有贬值的基础 是源于现在的 我们中国的外贸是出口 大于进口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月是收美元的 有美元进账的 对此说法呢 我并不是表示反对 但是我们依然要看一下它的量 我们知道外贸进出口的差额 中国撑死了我往大理算 算你一年5000亿美元 5000亿美元 很了不起了吧 5000亿美元 以现在的汇率折合过来 大约乘以 就算是乘以7吧 我给你算7 就算是5735 3500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 我们一年可以新增 大约35000亿人民币的美元量 但是在今年第一季度 就算我刚才说到 新增贷款总额 大于4万亿 也就是说 第一季度新增人民币的量 就可以抵消掉 中国由于外贸出口 顺差而产生的美元增长 那么第一季度之后呢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呢 难道现在的政策 会突然暂停吗 不可能 所以说 2016年 对于人民币来说 它的新增供应量 简直是一个天量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国内呢 这个物价上涨 已经不能用上涨来形容 但是官方说法 通货膨胀率只有3% 对此呢 我们也表示肯定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从菜价 肉价 房价 任何产品的价格 物价上涨 对于我来说 这个3% 实在是太遥远了 但是呢 很多人可能觉得 那既然国内物价 下暴涨的这么厉害 人民币未来 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往下跌呢 目前晚上的观点呢 有两方 一方是说 中国目前一切尽在掌握中 大家不要担心 都是被控制住的 都是有序的在进行 那另一面呢 则觉得好像是天要塌了 人民币随时要崩盘 可能这个人民币 以后要到1比9 1比10 其实对此呢 我个人也觉得 不用这么担惊害怕 我觉得刚才说到 人民币目前贬值 一个原因是除了供需关系 其中供应量实在太大以外 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其实现在人民币呢 对于其他的非美货币 有一点落井下石 或者趁火打劫的意思 我们知道人民币加入了 世贸这个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一揽子货币 对于美元汇率 除了人民币之外 还有欧元 英镑和日元 但是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面呢 这几个货币相比人民币而言 简直可以说是弱爆了 一个比一个跌得很 这个英镑呢 更是因为所谓的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暴跌8% 创下了过去31年来的新低 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人民币如果还坚持着 之前一直所承诺的 没有贬值基础 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国家 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 是未免呢 有点这个打肿脸充胖子 肉包子打狗 所以这个时候的人民币 特别是在10月份 在欧元暴跌 英镑暴跌 日元同样暴跌 这样的背景之下 完全可以按照 同等的贬值幅度 甚至说 可以按照 这几个其他非美货币里面 我们按照最低的贬值幅度 来偷偷摸摸的 小心翼翼的 隐藏的 跟在别人后面 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的变质 那只可惜呢 这个意思意思 对于国家利益来说 是非常好 但是对于普通人民来说 这也意味着 个人的资产 也被相应的意思意思了 所以说 大家如果觉得 人民币未来要天塌了 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更加要知道呢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考虑 国际贸易 我们需要把人民币的利率 和美元的利率 保持着和其他贸易对手 差不多一个有竞争力的汇率 那换句话说 欧元英镑日元 这些国家都贬值了 他们的东西都变得便宜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人民币的汇率 对美元还是6.2 6.3 那么在国际贸易中 你就会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位置 因此我的观点呢 是人民币的下跌 其实我们就可以按照中国的中庸思想 来考虑一样 中国人经常说 不做出头鸟 也不做最后移民 所以说对于未来人民币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它的那些难兄难弟 看看欧元 看看英镑 看看日元 如果这一些小伙伴们都不再贬值了 都开始稳定了 那这个时候 人民币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偷偷摸摸的价值 那今天我的观点就说到这里 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们今天暂且不说技术方案 更多信息 请参考我们的技术邮件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见